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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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of Swords 9 of Pentacles 5 of Wands 9 of Wands The Moon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我看到在2021年 有很多在2020年发生的一些 一些伤痛或者是你受到过的伤害 或者是在人际关系上面会有一些 我感受到大部分是跟人际关系有相关的问题 会有很大一部分的事情是会被疗愈了 是会离开你的这个周围了 不管你在2020年发生了什么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看到的是有感情方面的 可能你受到了伤害 那个人伤害了你 那个人离开了你 或者是在2020年你选择了离开 那我还看到有部分的人是在公司里面 是在一个职场上面 会有一些和人就是人际关系和同事之间的一些矛盾也好 或者是一些纷争也好 这些东西在2020年2021年 sorry 2021年都会离开你 那这个离开可能是被动的离开 也可能是主动的离开 那被动的离开会可能是你的工作环境 你被调职 你被就是分配到另外一个部门 或者是你被派到外地去等等 诸如此类的也有可能是主动 是你终于下定决心说好我要离开那个环境了 我要离开那个人了 我不要再这样继续的生活下去了 那我会看到在2021年你会迎来一份全新的生活 这份全新的生活是你的内在的全新 是你一个你对于你自己想要的那个部分 你终于知道它是什么了 它你会你会一扫之前的那些迷茫 那些的迷雾在你眼前的那些看不清楚的东西 你会变得非常的独立 你会变得非常的有自信 你知道自己真正的要什么 而且我会觉得你会变得 在2021年你的内在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你会发现你自己不再会去因为外界的一些事情 而受到影响 就是说如果说你本来很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 很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 但是在2021年开始的时候 或者是就是2021年这一整年里面 你的那个自我成长 你开始会去给自己设定那个边界感 你会很明确的知道 什么样的你才是真正的你 那别人对你的一些评价 其实对于你来说已经变得就是 那是别人的想法 并不是你自己的 你不会把那些想法套用到你自己的身上来 你不会去因为别人的那些言语 而对你造成伤害了 对 那我会看到在2021年你会很自信 你会就是知道怎么样才去真正的做自己 那从财运方面来看 我会看到2021年你会脚踏实地的去 就是做自己想要去做的那份工作 想要去从事的那个行业 你会迎来很多的丰盛 这份丰盛除了在财运方面 还有来自于你自己的内心 你会觉得很有满足感 很有个人的成就感 你会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高度 对 那如果说你是有做比如说做创作的 比如说可能你是写网路小说或者是你做设计 或者是做绘画或者就是跟创作有关的 我会看到你的灵感很多 你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新的想法 尤其是在晚上就是夜深人静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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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到我们 在2021年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好消息 好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 knife swords knife cups six of pentacles four of swords king of pentacles ok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我这边接收到的讯息是在2021年 首先就像我刚才讲的 他现在又给我重新的confirm了一下 就是说 在2020年你们所有受到的那些创伤 或者是说你给你自己带来的压力 在工作上也好 在情感部分也好 就是那些你可能一直都陷在那个里面 不太出的来 就可能你在2020年发生那些事情 你就会一直就是萦绕在你的脑海当中 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他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这件事情 他会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 为什么是我要去处理这样子的问题 等等诸如此类的 你会一直就是放在你的脑海当中去 好像就感觉绕不出来 那我会看到在2021年 当你开始就是你会变得非常的 我是看到其实是2021年 它是一个有个过程的 那这个过程当中 当你开始去慢慢的把一些注意力往内看 把一些东西收回来 看到你的内在的时候 当你去和自己待在一起 去让自己的个人开始得到成长的时候 你会迎接来很多很多的自我的一个丰盛 自我的一个满足 不仅仅是在金钱方面的满足 一个自我成长的满足 还有来自于情感部分的满足 在快要到2021年年底 年尾的时候 你们会迎来 如果说你现在是单身 你们会迎来你们希望的那个伴侣 我这边看到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 他的想法 他的思考 他的各方面的行为 他都就是会经过深思熟虑 然后才开始去做的 那我会看到他在事业上面是比较成功的 他会有自己的一个 就是一块天地 一个小小的王国 是属于他自己打拼出来的 那他在各方面 应该说都比你要成熟 就是他的年龄不会说 有可能他的年龄比你大是没有错 但是也有可能 他可能跟你是同龄 但是他的想法会 就是让你感觉他的年龄 跟你有差距蛮大的 这个意思 对 那我看看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给到我们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这边 那在2021年 你们是能够付出多少就能够回报多少的 对 那如果说你们一直都想要搬家 在2021年我看到有这样子的讯息 2021年你们可能会重新的去 就是换一个环境 换一个地方 去生活下来 那那个新的地方会给你们带来 很多的不一样的机会 不一样的契机 我这边看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2021年 Intuition 去相信你的直觉力 去相信你的内在的声音 很多东西在2020年发生的 在2021年我看到他都已经结束了 他不会 应该说去 当你去 这个其实是同步进行 就是当你去真正的相信你自己 相信你的那个直觉力了以后 这些东西他自然的 就会离开你的生活圈 自然的就远离你了 所以你会 你才会迎来很多的丰盛 很多的满足 很多的 金钱 能量来到你的生活当中 Dissertment 当你去懂得你如何去辨别你身边的这个环境 这个人 尤其是人 我看到2021年 2020年 2020年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有很多是关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功课的 那在2021年 你们学会了如何去辨别这个人他到底是能不能帮助你成长的 他到底是在拖你后腿还是真正的是想要来帮助你的 然后我会看到在2021年你们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和伴侣之间的关系都会变得比2020年要更加的融洽更加的平等 对 对 you feel something is leaking in your life perhaps love, money or girls 就像我刚才讲的 在2020年 你们所有的 现在的那些 挡在你们眼前的迷雾 它都会散去 在2021年 你们会看到 你们将要去的方向 你们会找到 你们自己的 一个人生的道路 一个前进的那条路 你们会越来越清晰 越来越明白 Waiting for news package letter 你们会迎来很多 新的讯息 新的人 就是 现在可能 这个转变的过程 当下的能量 给你们带来的一种是 离开 分开 或者是失去 等等这样子的一些 一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 你们可能会觉得 很受伤 很难过 很不适应 那在2021年 到来的时候 这些东西 它会慢慢的 你会发现 这些东西的离开 对你来讲 是一个很棒的 事情 因为宇宙 它在跟你说 它需要把你身边的一些 不再对你有 有用 或者是有利的 环境 人 等等 这些东西 要从你的生活当中 开始去做一个清理 才能够让你空出一些位置 来给你新的那些人 新的讯息 新的位置 新的一个环境 对 那我们这边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I remember So plan The fated life versus the destiny life 在2021年 你会 你会回想起来 你会知道 你真正来到 这个地球上的目的是什么 你真正的 天赋使命是什么 你会找到你的人生方向 对 你会有一个 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路 你知道自己要去走 要去 去把它实现出来的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在2021年 你们会有哪些数字 或者哪些星座 对你们来讲 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可以 去看一下 数字六 还有白羊座 它可以是上升 白羊 月亮白羊 还有数字六 可以是六月份 可以是 星期六 我们再看一次 还有什么样的数字 数字四 还有双鱼 他可以是第四公 原生家庭 刚才六还可以是 事业运 事业工作 对 那四的话可以是四月份 哦 又是白羊座 2021年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白羊座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星座 还有数字一 还有数字一 你的自我成长 关于一 你自己 对 那 对 那这个是我给第一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咯 那 喜欢我的朋友请帮我按赞转发要关注我哦 祝福你们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OK 我们来看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看看你们在2021年会迎来什么样的好消息 Ace of Swords Four of Swords Ten of Wands The Lovers OK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我这边看到在2021年 你们 所有在2020年感受到的压力 感受到的 自己给自己的那些事情压在肩膀上的东西也好 或者是你追求更高更远的你自己 追求另外一个成长的你 在2021年你会觉得松一口气了 你会觉得不管是在财务上也好 还是在自我成长上也好 还是在人际关系当中也好 你都会觉得 我终于可以稍微的松一口气休息一下 你会 我看到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会给自己的生活 那个时间会重新的去安排一下 你会让自己有一个空间 是能够去修复你自己的 就比如说你本来是 嗯 996就是早上9点上班 晚上9点下班 可能还要加个班之类的 那一个星期也可能要做6天等等 就是那个时间是很紧张的 那我看到在2021年你会觉得 我需要把我的时间做一个平衡 我需要多一点时间来陪伴我自己 陪伴我的家人 所以你会把那个工作时间去缩短 你可能本来今天可能这个班是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那你可能就选择不要去加班 那你会多抽一点时间出来 去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 让自己身上的担子放轻松一点 那我还看到另外一个事情是在2020年 有很多事情是 是你们 刚开始是想要开始去实施 想要开始去做的 那在2021年他会有一个 有一个东西呈现出来 他会有一个 应该说就比如说你刚开始创业 那刚开头的时候他一定是很很多事情是需要去做的 万事开头难 但是在2021年他慢慢很多事情都开始上轨道了 所以你开始就变得那个压力就可以开始减小一点 你就发现说你只要就是正常的就是去运作他去 就是每天可能就只要做一点点事情 或者是你可能就躺在那里就可以去赚钱 就类似于比如说 就拿做视频来讲好了 你可能今天把这个视频做完了 你放到网络上就是很多人来看 那就是你只要就是去做这个做的过程 但是后面那几天你就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 那可能再过几天你再重新去做一个视频 类似于这样子 我会觉得说很多的事情 不像刚开始的时候变得这么的 给你那么大压力 它开始进入一个轨道 让你开始慢慢捋顺了整个过程了 所以你会觉得压力开始变轻了 很多事情往你希望的那个方向在走了 那另外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我看到在2021年你们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机会 那这个机会 它可能是会来自于工作方面的机会 也有可能是 比如说 你要去继续深造 或者是你继续你选择去工作 或者是你要不要出国 或者是你要不要搬家 就是会有很多的选择放在你的面前 就是你面前的路它变得宽了 变得广了 能够有更多的 更多的一个 机会放到你的面前 让你是能够去挑选的 对 那如果说是从情感方面来讲的话 也会有不同类型的人 会有不同的人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那这些人 你可以去就是都去尝试看看 我没有说到你同时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适合你的人 你可以先从了解他们开始 对 那在2021年我会看到你们很多的想法 那这个想法可能是在2020年就已经开始萌芽的 那在2021年的时候 这些想法是真正的可以去把它实施出来 把它落实下去了 可以把它去做出来了 对 我们这边再看一下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会有什么样更多的讯息给到我们 2021年 我们有什么样的好消息 9 of pentacles prince of swords princess of swords the child the high princess princess OK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首先我要讲的是在2021年 你们会迎来金钱上的逢神 你们会迎来自我成就感上的逢神 你们会如果说有灵修的朋友 你们会来自于你们自己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突破 在情感上面我看到你们是能够拥有那个适合你们的人 那个和你们非常匹配跟你们同频的人出现 我会觉得在2020年所有当你们把这些事情捋顺了以后在2021年你们迎来的生活当中各方面好像都是很不错的一个一个角度一个维度 我先讲在事业上面你们是能够去达成自己所定下的目标的如果说你有比如说做年度计划的习惯你在年头 你说我要开始去做这件事情就像我刚才讲的有很多你2020年就开始萌芽的一些想法 在2021年你们会真正的去落实下去会实施下去 那这些想法这些东西在2021年你们会非常非常的成功的去实现它去完成它 不管你你想的这个idea是什么就可能你是想要去创业也好 我打个比方如果说你的想法是要想要去创业 一切从零开始那在2020年的时候你确实是会感到压力很大 因为所有的东西你都要开始去学习啊要开始去安排啊或者是你要去联络人啊等等 就是各方面的事情你都要去张罗那在2020年2021年2021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把这些所有东西都set好了 它开始走上正轨开始去运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身上的担子轻了 而且这个这个就好比是雪球一样它会越滚越大越滚越顺越滚越快 当你进入正轨了以后整个你就你就会迎来就是你你会迎来那种自我的成就感自我的满足感 你会发现那个金钱它就自然而然的就来到你的账户上了 就是它会变得很顺因为之前你的努力都已经被看见了被宇宙接收到了 所以它会匹配给你所有和你能量相符的一些东西一些物质上的东西来到你的身边 对那在情感的部分我看到的是在就像我刚才讲的你们其实我会看到你们其实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空窗了一段时间了 你们不是就是在从2020年可能更久2019年18年你们可能就已经开始就是空窗期了 那在这段空窗期的过程当中你们就一直就是可能在这段时间当中你们会接收到一些压力 比如说来自于父母来自于家庭原生家庭给到你们的压力就说好像是不是应该找一个伴侣等等 诸如此类的会有一些压力那这些压力有可能是来自于你们自己的 那我会看到进入2021年在你们的人生伴侣的这个这个选项上面我是看到有一个勾勾的有一个mark 你们是能够迎来属于你们的那个情感上的丰盛的会有一个和你们同频的人 会跟你们其实我会觉得跟你们的想法也好跟你们的一些 比如说年纪啦爱好啦一些就是对于事情一些看法价值观各方面我会觉得非常的匹配 对那这个是在情感的部分那如果说有想要迎来就是你们一直都在想要怀孕想要生小孩的朋友 再选择第二组排的朋友的话我我看到在2021年你们会迎来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你们的家庭当中 嗯对会有好消息可能可能要到后下半年下半年的时候你们会有怀孕的消息 我看到的是这样子嗯对那如果说是有领修习惯的朋友有个人成长 一直有比如说你有冥想啊或者是内在探索的朋友 我看到在2021年你们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你们会和自己的链接会非常的深会非常的紧密 你们的那个直觉力很敏感会变得越来越越能够感受到那个能量 越来越能够接收到那个能量对 我看这边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partnership选择第二组排的朋友我看到2021年 首先这个是我刚才讲到的你们会遇见一个非常适合你们的伴侣 那另外在工作当中你们也会人际关系方面我会觉得是很顺的 就不会有人在背后说坏话啦或者是有小团体啦就是有那种聊八卦的事情 不太会有这样子的这样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我会觉得在团队合作的过程当中你们就是可以跟别人很融洽的去相处 去讨讨论问题去把事情做好 trust 我刚才就有讲说你们在2021年会迎来一个那个直觉力的突飞猛进 你们会跟自己链接的非常的紧密 那个那个感觉会非常的灵敏 对 对我会觉得你们的内在的一些一些声音 你们会接收到声音会接到接收到讯息 当你们就是安静下来或者是仔细仔细的去倾听的时候 你们会听到一些声音会听到一些讯息 对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那我这边还有 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我看一下 well 会有很多的机会 会有很多的选择来到你们的 你们的身边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career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们在事业上会迎来很大的一个成功 很大的一个自我的满足 自我的成就 我看见一个非常非常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在2021年你们会迎来自己的成功 然后在收入方面我也看到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跟2020年比起来 应该是说跟你们之前的那几年比起来 其实我会觉得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们这几年过得怎么样 但是我会觉得你们其实已经 呃 在处于低潮期蛮久的 这几年可能一直都处于比较低低的状态 那在2021年你们要起飞了 你们要腾飞了 在各方面来讲 对 那我这边还有一个是cribe birth or conception of a child or an emperor ok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首先就像我刚才讲的 如果说你有想要怀孕的话 在2021年会有怀孕的消息 呃 成品你的这个作品 它会呈现出来 对 会非常非常的成功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那我这边再看一下 我们还有什么样对于我们来说 很重要的星座 或者是很重要的数字给到我们 白羊座 数字3 它可以是三月份 可以是上升白羊 可以是第三宫 嗯 或者是 太阳白羊 对 那也可能是白羊的特质 就比如说 就是很有行动力啊 很有创造力啊 对 看看还有什么 数字8 摩羯座 你们的事业一定会成功 我看到 我看到了 我眼前出现的那个景象 事业会非常的成功 处女座2 数字2 有可能是2月份 8月份 这些数字 对你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数字 对 那9月份也有可能因为处女座在那个 那个时间段 对都有可能 就是 看你 哪里 你觉得对你来讲比较有链接的那个数字 就好 好 那这个是我给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了 那喜欢我的朋友请帮我按赞转发 要关注我 谢谢你们 拜拜 OK 我们来看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在2021年你们会迎来什么样的好消息 Four of Wands The Charot High Princess Ten of Cups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首先我接收到的讯息是 如果说你们有想要去组成家庭 2021年你们会进入 人生的新的一个里程碑 你们会结婚 会生小孩 会有小baby 对 你们会有一个非常非常 呃 开心 的一个家庭生活 那 另外在事业上面我会看到你们是成功的 嗯 但是我会觉得相比较 刚才我讲的第二组 而言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更多的一个好的消息是来自于家庭 你们的家庭关系 嗯 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和孩子之间的关系 会非常的融洽 会非常的 会非常非常的紧密 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单身 还没有家庭的话 我会看到在2021年 如果说你现在是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那在2021年你们会成就是会成家 会结婚 会有怀孕的消息 这个是我看见的 嗯 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单身的话 我会看到 嗯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会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男生或者女生 就是他这个人 我感觉他是一个 嗯 很外向 很 嗯 应该说是很主动 对 很主动的一个人 他会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他会来出现在你的生活里 嗯 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我看到他是一个 呃 能够为家庭负起责任的人 他是能够去承担的一个人 对 那我们这边在抽牌 我再 看 看一下我们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2021年 我们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讯息 一些好消息 来到我们的 生命当中 King of Cups Three of Pentacles Princess of Wands Nine of Wands Four of Cups OK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这边看见 嗯 首先我想要讲的是 对于刚才我继续下去 就是那个 呃 如果说你现在是单身 我会看见 有一个人 那这个人 除了他很负责任 他很成熟之外 他其实心思非常的细腻 嗯 他可能表面上给人的感觉就是 就是 比较出之大业啊 或者是 嗯 比较 比较man 或者是 女生的话就是会比较大大咧咧 或者是 你看你感觉不到他的细腻 但是他会 他会 所以他做出来的事情是你感 是能够让你感觉到他在 很注重一些小的细节 他正 他是在 关注你的 他是在 就是 事事都在为你着想的 就比如说 他会关注到你 嗯 手机壳 是不是 旧了 是不是要换新的手机壳 或者是 很小的事情 就是他会 都看在眼里 他会记在心里 可能你是 你只是 逛街的时候 随便说一说 你说哎 这件衣服很好看 或者是那个蛋糕很好吃 他可能隔几天就给你买回来 对他 他都会记在心里面 他就是 就是很 很温柔的一个人 然后他又是一个很负责任 对家庭很负责任的人 他会愿意为了家庭 就是去外面打拼 去外面 就是努力赚钱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对 然后一个特质 对 那另外的话 我看到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会有 如果说你现在是学生 你在学业上 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你很适合去继续的进修 继续的学习 那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在职场当中了 那我会看到你在工作当中 你会有自己的那份坚持 你会有自己的那个 属于你的那份 就是专业领域的那份坚持 你所处的那个工作环境 你的那份专业可能是别人都替代不了的 那你在你的这个空间里面 在你的这个专业里面 你会把它做得非常的好 你会加入一些更更新的东西 一些自己的创造创造的东西进去 嗯 对 那我会看到 在2021年 你会和你同事之间 在工作当中 会有一个 很融洽的关系 人际关系也很不错 那 我会看到你的一份坚持 是来自于你很久远的 可能是你从小的梦想的一个坚持 那我会觉得在2021年 你会去把它实现出来 你会去把它去做出来 嗯 另外的话我会觉得 有很多 就是有一些 外来的东西 会给到你 会提供给你的东西 就比如说 它并不一定是提供给你 我会觉得有一些外来的东西 比如说是 原本 会影响到你的情绪的东西 一些言语上也好 一些 别人的情绪也好 可能会 你很容易就是会受到影响 但是在2021年 你会变得 不再去过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外面了 你会更多的把这个注意力拿回来 收回到自己的手上来 去把那份 就比如说 原本你可能会 把你自己的权力外放 打一个比方 就是很小很小的事情 可能别人问你说 你想要吃什么 我们一起去吃饭之类的 你永远就会说 你做主好了 你做决定就好了 我都可以 没没关系 但是在2021年 我会觉得你会把这些权力 收回来 再到自己的手上 你会真实的去表达你自己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你会知道自己 就是一些东西是属于你自己可以去为自己做主的 是自己可以去为自己说话的 那我看到在2021年 你们的喉咙是一个慢慢打开的状态 你们开始去懂得怎么样去表达你们自己了 那其实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有关联的事情 是像我刚才提到在2021年 你们会跟自己的家人家庭的关系会非常的紧密 是因为我看到你们很大一部分选择第三组的朋友 你们有心里面的一部分 关于以前原生家庭遗留下来的问题也好 关于你们内在小孩的问题也好 他渐渐的被看见 渐渐的被疗愈到了 所以你们开始慢慢的去懂得 去把一些属于你们自己的东西拿回来 一些权力收回来 开始知道怎么样去真正的去表达你们的内心 去表达你们真实的想法 去开始做真正的你们自己了 那很多 就像我刚才讲 很多东西是你们在小的时候的一些愿望 一些梦想 一些坚持 你们都渐渐的重新去看见他了 重新去把他拿回来了 当你去拿回来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自然的他就 他就被疗愈了 你内心的那个 嗯 伤口他开始愈合了 对 我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 状况 选择第一 嗯 三组排的朋友 那我这边还有 嗯 Imagination 选择第三组排的朋友 只要你们 嗯 脑海中想到的东西 就是说 就好比是我刚才讲 你们从小的一个愿望 一个想法 你们在2021年他都会实现 那或者是说我刚才打的比方好了 你们只是脑海中想了 说好 我要 嗯 比如说希望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 来到我的生命当中 我希望他很负责任 他很温柔 他很细心 他很包容 他很懂得怎么样去照顾我 之类的 那 只要你把这些愿望 送给宇宙 去跟他下订单 他会帮你放大 他会帮你去显化出来 在2021年 还有一个 这边还有support ask for help get more rest rest nature yourself 就像我刚才讲的 当你需要支持 需要去显化 需要去 有一些 希望那些人 来到你的生活当中 来到你的身边 你可以去跟宇宙下订单 他一直都是在支持着你的 你要相信 呃 宇宙法则 的存在 他是能够 被你吸引过来的 当你 尤其是 在当你疗愈好你自己了以后 尤其是在你看见你自己 啊 内心的一些问题 一些卡点 当你把它 都 释放出来了以后 你的振动频率 他 他开始往上走 当你的振动频率 开始变高的时候 那宇宙他就更容易能够接收到你的讯息 Argway New opportunities possibilities and paths opening up 新的机会 新的可能性 啊 新的路 都开始展现在你的面前了 因为你把自己疗愈好了 你你把自己的那个心门打开了 所以很多东西他都会进来 那我刚刚听到宇宙说 It's right timing 到了一个 正确的时间了 很多东西属于你的部分 他会到他会在你的生活当中被显化出来了 Good news 你会迎来好的消息 Success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疗愈的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 看见你自己 你的能力是非常非常 我会我会觉得那个是更加强大的力量 当你去看见你自己 你是能够帮到你自己的 你不需要别人 你自己就能够做到 好我们这边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重要的星座 或者是数字对于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来讲 在2021年 10可以是10月份 那处女座 对 10月份 对处女座也是9月10月那个时间段 所以10月份可能对你们来 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月份 那可能会不会有人在选择10月份结婚呢 我会觉得10月份还是一个不错的季节 再看看还有什么 数字七 我刚才就讲你们会结婚在 在10月份的时候 在10月份的时候 因为七 是那个第七宫 所以会有结婚的讯息 那还有摩羯座 你们的 首先我会觉得是对应到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适合你们的人 可能会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 他可能会是摩羯座的 或者是他有摩羯座的特质 那也有可能 摩羯座我想摩羯座还有什么 12月份 有可能12月份对你们来讲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月份 还有白羊座 欸我们今天三组都 都抽到白羊座 嗯 还有数字五 那可能五月份 白羊座我会觉得 我们今天三组都抽到白羊座 其实我会觉得 是整个地球的能量它都在一个转变的过程当中 那在2020年我们一直都处于一个比较 一个转型期一个转变期 那在2021年我们就开始爆发出来 很多东西就要被展现出来了 嗯 所以我会觉得白羊座的能量会变得很强 对那这个就是我给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喜欢我的朋友请帮我按赞转发 要关注我哦 谢谢你们 拜我们下期见咯